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家伙带来传说中的三国战技一百版 马超,bug,四剑,秒杀,全部boss 当然了,一百版其实跟115也差不了太多 115咱们能复制宝嘛 通过用这个助容令就可以复制宝 大家伙能理解吧 能复制各种大宝 包括属性剑 包括属性剑 这里面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其实这个属性剑这一块 之前已经讲解过很多次就不多说了 半个四剑是什么意思 咱们在上面的第一局 你在上面的第一局的时候 第一局的时候 然后咱们利用一个角色 比如诸葛亮或者马超什么的 你先减了这个兵剑 然后在瞬间把兵剑克无敌 克无限 就是有助容令的情况下 放消耗助容令的道具 瞬间把九个助容令全都消耗了 这样的话咱们就会形成一个bug 大家会都知道屏幕上会有bug 然后咱们就有所谓的兵剑了 那么很多人说 那跟下一局有什么关系 很多人都知道 你想触发这个bug 你要知道 比如说你想克杜康九 那么杜康九 你一定要先放出来 比如说七星灯 你一定要先放出来 但是七星灯放出来 你必须要点吃了 吃了和你扔出来还不行 扔出来也不行 你点吃了才行 然后你就能无限七星灯 你同比 咱们这个第二局一上来 你不复制宝 你先减助容令 然后快速把助容令消耗 那么你克的这个宝 就是上一个宝 什么叫上一个宝 上一个什么宝 就是你之前投币玩的 那一局游戏里 继承到了这个游戏里 刚才有人说 那个防御能加气 115版本防御也可以加气的 那115版本防御也可以加气的 这个是100版本 也是可以的 而119防御就不能加气了 刚才呢 他就是利用防御加气的这个效果 因为这个系统上下了 所以说115能完成的 119永远都完成不了 因为你只要需要这个气 你只能是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是打兵 一种是卖血 你打兵的话呢 也只有用赵云这样的角色 才能够 对吧 这个在不杀死小兵的时候呢 进行无限连 进行无限连 而你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卖血 那卖血呢 你的血量也是有限的 对吧 你也卖不了太多 所以说在 115和100这个版本呢 你就知道啊 咱们可以通过防御来长气 这就不一样了啊 这就明显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们看看 第一关秒杀的这个嫂子啊 马超 单秒所有boss 但是呢 由于咱们马超的话呢 如果咱们要克这个 如果咱们要克这个 赵安壮 他是 马超可是连这个 马超可是连这个 谁都可以秒的啊 这个操操都可以秒的 谁大伙就要操操 这个boss呢 是你懂的啊 是传说中的这个 呃 两过儿写 当然了 很多人说 那所有的boss 请问马是这么秒的 好了 来升级 后前手 再来前手一根 他选择一个冰爆棋手啊 爆气 他因为他先手爆气 血杀 追地 下段A 前手 落地 血杀 追地 下段A 前手 落地 血杀 单币炫火啊 这个 这里面要跟大家 讲一个重要的事呢 就是 呃 虽然说啊 大家伙都了解啊 这个 还点是需要 这个 太清丹精 这样的道具 因为你太清丹精 和赵安壮 确实太猛了 没有这俩 你这不行的啊 好 米苍山 搬运粮草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个 第一关秒杀的boss呢 很多人说 怎么这么麻烦 你要知道 人脑的马超啊 人脑马超 如果不用兵剑 这个 这个属性去兵 那个骑马和曹操的话 他只能秒四啊 就是马超 通过自己的本事 只能秒四 因为他秒 当然当然了 他秒曹操 是可以用赵安壮秒的 也可以用兵剑去秒 这个都可以理解 但如果说 咱们现在用bug四剑 秒杀全部boss 那你要知道 二马怎么秒 对吧 第二匹马怎么秒 对不对 第二关啊 第二关的马 和第二匹马 还有貂蝉 还有佐词 怎么秒 这都需要你 是吧 整好的 而且他还要控分 跟大家会讲一下 他在连招的时候呢 需要这个人去升级 他必须需要人去升级啊 所以说这个升级 就有点难受了 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不打分 对吧 这个还 那他还需要气 他要控好自己的分数 在打boss的时候 利用升级来重置自己的必杀 就像刚才打扫子似的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好 好 前线锁 直接进屋 好 这里面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 选这个诸葛了 主要是 目的是为了帮咱们自己 这个 帮咱们自己拿这个火箭啊 这里面跟大家会讲一下啊 呃 双人配合拿火箭 这个大家会都了解啊 对啊 但是呢 你双再双人配合 你也不可能拿四箭 对吧 三国战技一代里面 单人是无法拿四箭的 对不对 对吧 即便是双人 你也无法拿四箭 除非是用到我说的那个bun 如果你用到我说的那个bun 的话 啊 不好意思 我确实是可以拿四箭了 啊 因为你可以在之前 就把冰箭拿到手 好 捡起来 这里面 一会儿需要诸葛亮 去牵牵手去打啊 诸葛亮牵牵手去打 打破那个箱子 然后能小的 好 打一下箱子 然后直接进屋 进屋的话呢 你看他地上那个天使服的那个样 好的 烧 烧无名火 然后把自己烧死 捡了无名火 好 直接一顿复制 一顿复制 一顿复制 看一下 青钢 哎 看不看见 很多人问小狼 青钢剑是怎么来的 啊 我跟大家讲 青钢剑就是这么来的 好 没到五级啊 没到五级 还是要有放这个隐身衣 青钢剑就是在上一次 就在上一个地子 咱们把这个青钢剑打完了之后 也是一顿 一顿撇这个 消耗这个猪容量 然后呢 立马就自残啊 就自杀 自杀之后呢 咱们重新开游戏 然后选了现在的这个马超 你懂了吧 所以说这个冰剑就是打这儿来的啊 因为之前看过TAS的人都懂 不懂的就 我也讲的很清楚了啊 我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它是带有上一题的宝物复制继承效果 但是很多人说 那为什么刚开始没有呢 宝物复制继承 是因为 比如说你 刚才我说了 你想复制七星灯 你想复制 你想比如说杜康九吧 咱们就说杜康九 你想复制杜康九 那你一定是要 把杜康九放出来 然后再刷刷刷刷 消耗那个猪容量 你才会形成这个效果 但是呢 你刚才那种情况下 你就根本没放大宝 在所有大宝都没有放的情况下 你直接消耗猪容量 那么系统就会继承 你上一个扔掉的大宝的Boss 也就是你上一个B子 大家会懂的吧 那你不小心放了一个 傀儡娃娃 那就傻逼了 你懂吧 所以这里面的兵剑有了 火箭也有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兵剑 咱们用兵剑秒啊 这个兵剑呢 很多人说 这不是玩赖吗 这个在秒杀圈当中 兵剑秒杀呢 是算秒杀的 因为它确实是在敌方 根本就无法反抗的情况下 打的 这里面呢 跟大家说 它为什么可以一直单A 就能这个无限兵 这里面跟大家说讲一下啊 好 直接接必杀 这里面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它爆气了 就可以一直单A去形成 你看它爆气消失的一瞬间 它只能选择跳A了 但是呢 它又单A的一点了 只会跳A可以接单A 跳A接单A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接这个 野火燎原的必杀 然后这要把它给打死 当然呢 在这里面跟大家说 如果要是不爆气的话 你只能说是用一个技能 接另一个技能 比如说单A接前前A 或者单A接跳A 然后单A接跳A 但是如果你爆了气 那就简单多了 你爆气的话呢 因为它是波段 它会重置你第一段的连击效果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无限用冰剑 去捅上它冰镜的状态 同理呢 你秒那个第二匹马也可以 对吧 你有了冰剑 你甚至可以单秒曹操 所以说你的招弯状 对吧 你懂吗 马对马怎么打都是冰镜 但是曹操不一定 马怎么打都是冰镜 曹操不一定 感谢我们的青梅未许 赠送给我狼的一手大金卡 1194剑有加神吗 没有 1194剑是没有加神的 2195剑是招弃著 0194剑是没有加神的 1194剑是没有加神 1002剑要加神商業 已经十分枫可能 这在来的 输宿 鞋 就算ха 马超其实挺穷的 身上穿的破破烂烂的 还穿个草鞋 我是真服了 不怕蚊子呀 好 这一套招 尽管是火属性 但是这一套招 也才能打死一个铁架 你看不看见 这里边咱们打的效果 下蹲打出来的那种效果 是没有火属性 不会打出火焰效果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一直打 包括千千A 千千A你也是 对吧 有火焰的伤害 只是没有火焰的效果而已 所以说打某些Boss的时候 这个马超有一个神技 就是把这个Boss打成浮空的状态 比如说招腕状 然后把它打成浮空的状态 然后那Boss戏 千千手 千千手呢 它是多段的就会变成 这样的话这个伤害就爆了 你懂吗 这样的话伤害特别的爆啊 好 卡小兵 都不刷小兵了 招腕状 血杀 前前左左左左 你看 前前左左左 和雷霆万军 雷霆万军打的费血是真多 看雷霆万军你最多也只能打一下 来 蝎子过江 其实最好看的蝎子过江 是蝎子过江的一瞬间 正好屏幕卡住了 就屏幕正好是慢动作的时候 这是最猛的 好 好 呆 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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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小琴太嗨了啊 哎呀 文哥突然冒出来了 也是有点东西啊 文哥刚才不说话 估计一直在炸那个七星 好 走上路 这儿的话还会再给你一个招腕状的 一会儿呢 还会再给你一个那个什么啊 还会再给你一个这个叫做啊 这个 那个 圣火圣火令 助容令 哎呀 其实叫圣火令也还好吧 因为看倚天铜铢记看多了啊 其实叫助容令 那么这个助容令也是可以的 助容令呢 咱们还可以再复制一个无限的大宝 比如说招腕状 有了招腕状 那马超那不是爽的要死啊 对不对 呗呗巴巴的啊 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 怕暴剑的是 孟霍怕暴剑 然后司马仪怕暴剑啊 好 电脑太新了 没人不兼容是不是 好捡起来 直接走 很多人说第二个助容令在哪里啊 第二个助容令在那个 打死那个 打死梦幽之后啊 有一个助容令 当然了 你看那个谁也有啊 那个 那个哪啊 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 撤死梦幽之后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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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功能有这个Bug 他就是有这个Bug啊 无限杜康九不行的啊 无限杜康九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不如这个无限招腕状 招腕状能实现不可能之事啊 走吧 好 用兵剑 看一下 飞轮 爆气 后前手 单兵 后前手 后前手 单兵 下段A 后前手 你看这就不是单秒了啊 这就不是单秒了 这是什么呢 这就相当于一的妈的 就无限连 你看 这我记得玩那个三国战技很多版本啊 是 是无双版 还是说是噩梦版什么的 你只要在连招的过程当中打出兵精状态 就会重置四招一试 就这种效果了 相当于啊 对吧 这就比较变态了 你看 无名火不要了 好 这里面有这个助容量 你看 有助容量了之后 他是不是还要再考虑是复制一下 好 铁莲花 没有 目前还不需要啊 张灵剑 好 开始了 复制了 看 铁莲花 这加分加的多 那肯定是要复制招案状啊 很多人说 那为什么不复制 没有复制成无名火呢 我跟你们说了 只要 哎 好 最后一个助容量消耗完了 只要你是什么啊 只要你是扔出来的 就包括七星灯 助入无名火 将军念 这就不好使 当然你 但你 七星灯你用了就好使 走吧 好 来看一下 一个多 赵安壮 前人指落 前手一挑 上下手 前人指落 最后一点 追地 上下手 挑起来 前前锁 挑A 追地 血杀 挑起来 其实这么打 血量并不多啊 他必须要接这个 神之灵犀一指 知道吗 不接这个灵犀一指 是不行啊 伤害就不够 好 赵安壮 这就放了 太浪费了吧 嘿 有的是啊 赵安壮 而且他把这个bug还修复了 但凡咱们看到 那个115版本 经常屏幕会出现 什么X等于多少 Y等于多少 什么的啊 对不对 是吧 一旦 只要你复制了 就会出现这种 这种 这种显示 但他这个没有 这里的小宝都不可放过啊 我跟大家说 祝荣令 其实还是有的 就是 祝荣令呢 在那个 打完这个 这个 沙摩克还是有 好的 又开始长气了 防御型长气啊 这确实是赖的 这也会挨折啊 没耐心玩的 估计是啊 这底下还有鞋子呢 但是他气已经够了 无所谓了啊 不是啊 防御长气是只有100 115才会有啊 119是没有这个版的啊 115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好 他卡兵了 你看 XY有了 有了啊 XY 然后N 什么IFG 等于32C F9C 这个童年来了啊 这童年就来了 五下灯磁 我们看看 这叫五子灯磕 是不是 飞轮 召唤撞 一个指 两点 前手 再一个指 两点 好 升级 重置 再跳A 撩起来 再一指 两点 都不追地嘛 一追 二追 上下手 撩起来 时间到了 但是已经够了啊 时间是到了 但是已经够了 哎呀 真是土豪啊 兄弟们 你说那个时候 有没有人设置 这么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 叫做什么呢 就是无限援军令 啊 对不对 无限援军令 卡卡干啊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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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设置 老实话 没有人设置 非常期待 第二天 倒下 我 不过 你 肯定 你 我 但 我 我 感觉这个前天手是真爽 一个飞脚直接把人踹死 哈哈干啊 我觉得那时候 那个时候说 条无线招安壮是不是很无聊啊 现在才发现 条无线招安壮 招安壮才是这个游戏YYDS好吧 小的时候都觉得招安壮没有用啊 第一关上来就给你一个 事实证明还是很牛逼的 貂蝉怎么秒 那不是利用暴戏 先手暴戏加后手暴戏加升级 对吧 再加杜康九 招安壮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或者是先一手太清单精 把它变成小动物 然后再说 对不对 都是简简简简简单单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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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这所有的东西都是闪啊 所有的小兵闪就完了 就是一顿闪,对不对 老虎一脚踢死是因为拿着火箭啊 你熊一脚就踢不死 拿着火箭也踢不死 你要踢两下 但是你用一个土雷 他就死了 好防御加气速度比A还快 你看 其实我觉得防御加气这个事特别狠 这个真的就跟97里面ADV模式是一样的 对吧 我觉得97里面ADV模式最赖的是啥 EX模式 挨打长气 打人不长气 当然你可以自己 啊啊啊啊啊来长气 你可以这么着 但是ADV模式就赖了 ADV模式是你挨打也长气 打人也长气 哇尼玛 就就尼玛离谱 这鞋子嘎嘎一顿防 这就是为了加气 你看加到四颗气啊还是很很重要的 心情转生也是 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 1997里面我就说 ADV模式确实赖啊 你挨打长气就算了 你打人还长气 你打人你长什么气啊 我就问一下啊 我打人还长气 我ADV模式就不要脸 我就觉得 对不对 晒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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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EAN CLEAN 好 閃閃閃 好 哎呀 没啥事放这玩意干嘛 对不对啊 好 来看看怎么秒杀标缠啊 大家伙都想了解 哈哈 他一出场应该说 嗨哈哈 招完状 毒标 爆气一个指 然后前手一挑 然后再一个指 不用不用那个什么啊 减少落地升级 升级才重要啊 升级重置了 就是再一个指 就必须在打的过程当中 升级重置这个效果 连太轻丹惊都不用 这个过程感觉也确实没有必要用啊 对吧 你用了也是一样啊 这个人物他也是 他虽然说是个人 但是他是真的小动物 对吧 跟小动物是一样的效果啊 他不像那个骑马的和左磁啊 你就得研究一下左磁 必须得变成小动物了 你最先把他把它变成 他虽然说不能追猎 你得变成跟貂蝉一样啊 对不对 而你 对吧 而你那种 他就在空中 你不把他给人小动物 他对吧 他一直在空中飘着 你咋想对不对 好 又是一顿防 你看 正常你秒杀 就即便你能 对吧 那么多其实秒杀貂蝉 你关键是你没有我那啥呀 对不对 你关键是你没有我那啥呀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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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心里就贼有底 有无限招安状 你是要杜康九 这个版本要杜康九 用处不大了 主要的原因的就是 我根本也不需要啊 我这气防着防着就满了 对不对 偶尔一个血量多的boss 没办法我需要用暴戏再次重置才行 好 飞轮先一个招安状 然后飞轮 纸 挑起来 再纸 再 哎 后前手一挑血杀 吹一滴 哎 血杀挑起来 然后再可以血杀 一会儿可以 哎 没有气了主要是啊 他后手暴气 后前手 前前手 这个前前手很重要 所以说属性剑打到的费血 并不是特别多 啊 对吧 最后换装兵剑 所以说属性剑打到并不是特别多啊 但是毕竟属性剑跟普通剑的伤害 对吧 还是有点区别 他一个空中连击落地暴气的前线索 会打出 这么一个效果 那他的伤害呢 就不弱 即便你用什么冰啊火呀缩了果呀 你打他照样他也费血不是特别多 因为他只害怕超高的物理攻击嘛 但是呢毕竟 苍蝇也是肉 手型攻击毕竟还有一点微弱的加成 对吧 是人就灯死 是人就灯死 不扯了就逼事啊 这也有食物看不看见 装得跟一个人脑似的啊 第一下没剪着 第二下发现那个箭头满了 对吧 正常如果是task可以切换回去 这个地方可以掐了不割 对吧 咱们可以直接就 但他没有没有倒退 也说明这个不影响大局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吃满了啊 这就是感觉好像像真人玩的似的啊 其实春曼是踏死啊 闪 好里面不进 没有用啊 两万分加一个天使服 而且这个版本的天使服 还不是一张服 是一个乱码 你看 有火属性也得打两下 让打死这个这个群 好用的是火箭 刚才现在换成兵剑 铁莲花 前线索索索 后前手挑起来 血杀 单A一点 用白干酒追地 血杀 挑起来 追地 呃 这个白干酒 是挺狠 追地 呃 好 又是一个啊 又是一个助容量 可以看一下 尼天剑 尼天剑的话 打这个 打铝布 但是大伙看出来了嘛 打铝布的话 你就要小心的一件事了 你打铝布 你可没有招弯状啊 对不对 打铝布可是没有招弯状的 所以说该控制要控制 对不对 这白干酒都学以致用啊 用白干酒来搞事情 搞猫 一个多 前线索 这不怕 不怕火啊 这个女兵是怕兵啊 这个这个是怕火 这是怕火 铁莲花 没有 他选择用金珠 三金珠 一个毒 前线索 前线索 血杀 应该死了吧 没死啊 果然还是 还是扛啊 用这个路子 好 怎么说 一个毒 毒上 血杀起手 单A 取消前线 单A 追地 下堆A挑起来 血杀最后一次追地 下堆A 前手落地 单A 血杀也一样 总体来讲 就是因为有火箭啊 这女马太狠了 吃了一本人盾书 兄弟们 吃了一本人盾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接下来要秒的boss 可就 对吧 哎 陆迅 陆迅完了就是大家伙都想知道怎么秒的 他boss 对不对 无限核实币复制不出来的啊 核实币你只能撇出来 像这种能只能撇出来的东西复制不出来的 你得必须得使用了才可以 好 一个毒标 抓完状 先手一个指 扣前手 前一锁 跳A 哎 这个利用防御反击 卧槽 这 防御反击来接招 真击不赖 哈哈哈哈 哇 去你吧 这陆迅说 这小兵是敌方派来的吧 哇 这TAS是太有观赏性了啊 玩花火呀 兄弟们 小的吧 看招 好 来看看怎么秒啊 要 要用太轻担惊的啊 要用太轻担惊的啊 小的吧 看招 他这个语音包丢失了啊 语音包丢失了他 好 现在还没到时候啊 没到时候 你把自己先打成四颗气 必须点四颗气啊 他这个也不也无所谓了 被刷 好了 气满了 不牛 哎 你等着 你哎呀 连个飞机都没有 今天废了今天 今天就好对吧 好好解除 但是明显 人气还好啊 对吧 好 周万壮 人气还好 但是明显 先人之路 前手一溜 调起来 先人之路 但是以火属性 升级重置了啊 这就重置了 可以继续连 再一指 调起来 前前锁 两点 赖逼 确实 但是你也懂的 左词确实怕火 你也没办法啊 但他最赖的就是 爆弃完之后前前手 能打多点 这点是最赖的 而中途呢是利用一个升级 去重振了他的四召意识 好 倒数第二关 来得走不如来得巧 直接 直接 继续 来, 過期 紅毛 東 consid 天�ren 噔噔噔噔 讀 噔噔噔噔噔 登燈 ссыл 哎,键盘好了,没有,键盘还是坏的 我键盘,呃,F2,2,W,呃,不好使 然后,8,0,F5,呃,F9,F10,不好使 然后,out不好使 然后,呃,右边键盘的上下左右的那个左键,不好使 就是,不是不好使 它是什么呢,它是,它是,就是 它弹,它不弹起来了,它梗了 就你一按,它会变在那儿 或者说是你按下去,它不弹上来了 就这一点,就贼登了啊 美好不送手火了,你现在这话什么的啊 好,来看看,一会儿许旭啊 把超秒许旭 感觉这个上下手打这个战马,挺狠啊 没有,不是,不是水的事 这个键子已经不是水的事了 它已经,它不是,不是主板的事 不是说那个什么电路板的事 它是那个,梗了,明白吧 键帽,键帽拿起来了啊,我拿了呀 我拿过啊 我,你,我今天,我刚开播的时候 大会儿,我现在不敢拿 是因为我放了录像 然后我这边正在解说 我按这个键子有可能会变成什么分辨率有问题 或者说快进到哪哪哪哪了 我就不愿不愿按了 我这个键,我可以把它空出来 空出来把里面清洗了一下 然后还是不好使 就是,就,就你懂了 谁敢惹我 谁敢惹我 好,一直防 现在气还是不够啊 气还是不够,得防止加气 上条 感觉这个 这个忠无厌的二技能是不是跟这个,这个人学的啊 对吧,真的啊 你看忠无厌的,忠无厌的二技能是不是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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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冰人学的 对吧 还是一个蓄力大锤啊 一个路 抓完状 好,先手一个纸 挑起来 再一挑 再一个纸 呆 挑起来 这是升级重置啊 主要是啊 很多人他为什么能连这么多点 又没追地 就是因为他,刚才升级重置了 这个就点追地了啊 好,挑起来 要晕 追地下段 然后啊,你看 一个电 啊,还怎么办 真一碗 真是 欺负这个许旭站起来慢啊 欺负许旭站起来慢 这个版本叫许旭 请问哪个版本不叫许旭啊 啊 请问哪个版本不叫许旭啊 真是啊 虽然说一会是破火 但是要秒杀二十个boss 第一个梦获你是没有爆炎剑的啊 没有太恶剑的 所以说第一个梦获呢 咱们就正常打 第二个有爆炎之后 你会发现他死的地 息子 重新延二技能 太din 中烟的弹A,也是那个,哎,中烟的弹A真的是那个,那什么,真的是这样的,哎,就这个,你是他的弹A,哎,就这个,二技能,你看,不是,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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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感觉啊,真的,中烟的技能就是这样的,那中烟的二技能啊, 他蓄力度一样,那个时间都一样,啊,就为了加点气容易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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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央二级能叫啥我也不知道啊 不愿意记啊 你懂啊 实锤中无焰抄袭 必抄袭啊 对吧 那其实我再想一下啊 那既然说有中无焰 是不是要再设一个女性的角色叫夏盈春啊 对不对 有打几了 为什么没有boss 好来看看疑惑啊 看看疑惑 先手暴气 放了个队输 天队输 绣兵了啊 我就说嘛 好 灰轮 前挑起来 单A 你可这招是真的赖啊 这个啊 他这打成冰冰的状态就随便点 追递下段A 这卡老虎啊 再爆气 有这个冰是真赖啊 这个冰 你看 单冰 然后又可以重置了 哇 然后直接进屋 不扯这个B事啊 要防了 明显气不够了吧 最起码得有一颗气啊 有了那个泰哥剑 一颗气也很牛逼的 你能晓得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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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走这个路线啊 这个绿剑不会拿 你有你拿绿剑必须点打铝布 有很多人真是不会打铝布 对不对 这就很难受啊 啊二货 你看这个伤害啊 你瞅瞅瞅一瞅 啊 他先换青钢剑是几个意思 飞轮 暴气啊 那他还是玩赖啊 冰晶 冰晶 太鹅剑 顶过来 追地 血杀 追地 血杀 其实他没有把这个太鹅剑的奥义打出来啊 他还是利用冰剑的这种维俗的属性 并可以重置四绕一世 就光这一个设定你想想的多赖啊 对不对 好 黄盖 哎 就得用电剑 谁差你那点血 对吧 谁差你那点气啊 我气够 我就不给你扯 正好你怕冰 黄盖是不是怕冰正好了啊 先手暴气 他要先手暴气啊 你看啊 为什么要先手暴气 铁莲花 前前锁 正好打回来 血杀一点 单A 这半管血就没了啊 追地下蹲 调起来 血杀 单A 二追 下蹲 调起来 血杀 好的 三追 下蹲 后前手 前前锁 前前锁才是神技啊 把他打成浮空状态前前锁 可以打多段 利用暴气效果 这就是连这个 他就是告诉你 只要有兵剑 只要有气 哎 你就不要扯这个事啊 我招玩状都不需要用啊 根本就不需要招玩状 你懂吧 哈哈就是干 好 这么多人啊 这防着更好防啊 就开始防气了 开始 打不假 比如火箭和暴剑 哪个厉害 有的属性剑 你打什么兵 他一下都是死 要是不假 你就是火箭最狠啊 主要还有兵种克制 嗯 啊 要 为了要分啊 这是为了要分了 啥也不要 直接走 你看 他为了要 哎 我的 他为了要减那个什么 你就是明显 A的以前要减那个箭头 但是事实上 他满了啊 好 这可能一会的需要 需要升级什么的 但打这个马不需要啊 打这个马就兵剑就行啊 一手兵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马 无限兵死啊 对不对 好 来看看 可以一直打 哎 你看 左右护脖 但是这个兵 明显兵剑打他 费血费的不多啊 好 继续的跳A了 单A跳A 要如果不爆气的话 只能这么单A跳A 这么打了 有小兵的话 可以重置一二三的那个 第三式撩起来那招也可以 撩火撩元 可以 还是跟打第二匹马差不多 但是明显的比第二匹马更耐受 防御力更高 然后呢 血量再多那么一点点 因为是整整一管血嘛 好的 又是地盾输 然后直接进屋 好 好 可以直接走 你看这个电剑他不怕变啊 像这个浑神这个训兽兵 不怕变 你不拿兵剑就可以拿太鹅剑 拿了太鹅剑就拿不了兵剑 但是呢 这个版本可以利用Bug拿到四剑 先手暴击 好 看看 这个前前前手啊 铁莲花把他炸起来的一瞬间 前前手这招是真的猛 好 21级了 咱们也不怕晕了啊 也不晕了 血杀 追地下堆 挑起来 然后直接一死 他最高的输出点就是一个铁莲花 接前前前手 这招血了 这招的血是最多的 哎呦 小宝 还得是小宝啊 斜杀 感觉刚才最帅的还是在打这个陆迅的时候 打陆迅利用防守反击 啊 对吧 你打陆迅利用防守反击 直接就可以一反 你赖不赖 对不对 改版个屁改版的 这是一百版 这是官方正了八景的三国战地第一代版本 最初代版本 但是没有对外发售 第一个发售的是115 然后117 再是119 好 先手暴击 铁莲花 然后你看前前锁 这对吧 这个前前锁 你看这个血量 追地下端 调起来 血杀 单A 然后二追 下端 调起来 血杀 再好 准备好三追 下端 扣前手 单A 主要是暴剑对这个司马仪的鼠 这个伤害属性是特别的高 好 好 拣起来啊 看看曹操 曹操的话 你可以用兵剑可以直接秒 也可以选择用常规方式的那个用常规方式的这个这个这个度是招弯状描法也可以的啊 回来 回来 定住 先手暴戏 哎 太丢人了吧 你这打曹操你也这么打呀 啊 他们俩没有招安装了 对对对没有招安装了 没有了没有了啊 好 血量够了 追 哎 准备好 待 然后追地爆气 哎 你看 好 调起来 招安装直接放了啊 确实是没办法 一共只有两个招安装啊 第三关就是第二个招安装已经放完了 放完了之后呢复制别的道具 这就没了啊 好 直接封死 其实呢 他也是打到一定的血量才这么打的 要不然 一直冰也可以冰死 但是没有意义 OK 来自于我们的 GXQ123456啊 大神 右下角写的很清楚 如果有心情也可以去他的空间啊 去他的这个B站里去支持一下 在片尾的最后呢 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大家喜欢我了啊 可以点击屏幕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